一踏進北車就被這滿滿的人潮震驚 路上 牆邊 地上全都是人 緊盯手機 今天台北車站 可以說是比平常還要更加熱鬧 有不少民眾都正在地板上 手上拿著手機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抓寶可夢 台北車站道館多 加上為期兩天的特殊活動 訓練家齊聚一堂 全是衝著潮汐有寶可夢 奈克洛茲馬而來 玩家不論男女不分年紀 為了抓到目標 數量拼滿集 戴上椅子做好完全準備 不過要抓寶 肚子當然也要吃飽 超乎想像 很多年輕人都會進來看 他們本來也許不會來逛夜市 或者是來台北車站 但是因為有寶可夢的活動 所以他們都有特別進來 點心的這兩天都賣完 人潮算還不錯啦 人流還蠻多的 前面寶可夢的也很多 站在北車大廳 盡情的花蓮好屋展 短短三天保守預估總人潮 突破十萬人 但車站大廳擠滿滿 卻不是為了搭車而來 讓原本想來趕車的旅客 有些不滿 一出站很多人都坐在地上 就感覺我以為是遊民 怎麼這麼多 對就覺得觀感不是很好 標示清楚一點 可能哪邊是可以走 哪邊是可以坐 哪邊是可能聚集在一起的地方 抓寶熱潮不斷 發行近八年 還是有一票死中粉絲 但現實如何兼顧玩家 與旅客權益 恐怕也是重要議題 華視新聞成交流轉 特別報導